Hello 大家好 G channel 澳門金管局公布去年澳門中小企業信貸統計報告顯示 數字一般 去年新批核中小企信貸限額是125億 較前年22年151億減了17.2% 當然現在經濟已經一般 所以借錢的企業也會少了 至於去年中小企的拖欠比率 如期三個月以上的貸款比率是3.5% 較22年底的0.7% 大升2.8% 總金額是29億元 較同年6月底增加1.5倍 而去年內的撇帳額是6125萬 即是這些壞帳 較22年的42萬壞帳飆升了144倍 影震厲害 而租小企業的貸款余額佔本地企業貸款比率 去到40.4% 情況令人擔憂 因為現在還有一個環式不環本 如果今年年尾結束了這個計劃的話 正式要面對還貸款的時候 可能拖欠比率會高一些 壞帳可能也會升高 不過長痛不如短痛 始終都要面對現實 如果真的都沒辦法 而為了拯救我們中小企於水火之中 尤其是北區的中小企 經常說沒有生意 當局資助搞了一個週末北區消費大獎賞 推行近兩個月 不少居民指消費券越來越難中 所以沒有留澳消費 有參與活動的超市員工說 活動在週末帶動的生意額逐漸減少 活動剛推出的時候 週末店裡人流教評增一倍 有居民跨區使用電子優惠券 以購買日常用品居多 帶動營業額較平日多了七成 活動開始近兩個月 消費氣氛開始減弱 週末營業額較平日多兩三成 有顧客支付時 反映中獎率較活動剛開始時低了 而且抽中優惠券 以10元、20元的小額居多 無需特意 走來超市使用優惠券 更不會為了使用10元、20元的電池 特意在週末到北區消費 有食市說活動剛開始時 生意較平日升兩三成 增幅不及超市藥房 近期週末營業額僅較平日多了一兩成 期待未來蘇州可以提高 中獎機率吸引居民留澳消費 震慶北區經濟 類似活動主要透過政府補貼 刺激別人留下消費 當補貼一完結時 當然刺激就沒有了 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 長期難顧的 長遠應該做好 產品和服務和價格是否優惠 這些都是影響關鍵因素 好,這集就先看見 如果想支持我記得訂閱 我們走吧 洲廣州 剛才看見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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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